後任行政長李家超在文匯報撰文 回顧警隊工作35年間 深深領回到管治4要點 可以提高管治效率和質素 包括必須有形難而上的精神 走出解決困難方法 要重視執行的結果 建立團隊精神的重要性 必須具備風險管理的憂患意識 他認為香港回歸祖閣25年的實踐經驗 充分證明一國兩制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 是香港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保障 李家超又說 過去三年香港克服重重困難 取得來資不易的安定局面 建立了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力量 未來五年是新選舉制度獲得實踐的五年 是香港由自及興的關鍵五年 是香港市民一起再創高峰的重要時刻 他又指自己一步步實現夢想 跟著香港的發展進程 不斷提升自己 為香港市民服務回補社會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